黄晓明在这个2013年是格外的五彩缤纷 我们看到呀 每期的中国梦之声亮相 他都要非常抢劲地将各种夸张明快的色彩穿上身 我们很想问问他是怎么考虑的 这不趁着他给杂志拍大片的机会 他对着我们的镜头什么都招了 说到娱乐圈中的时尚人士 黄晓明绝对算得上是首屈一指 所以他的身影也不断地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 近期他又为某男性杂志在天津拍摄了封面照 只是这次的拍摄似乎显得有点特别 全程都是主管完成 其实是有点累了 已经快受不了了 今天拍了将近十套衣服 对 最主要其他其实其实还好 最主要是脚一直站着就有点累 十套衣服对于一个拍摄封面的明星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高强度的工作量 尤其是脚已经受伤的黄晓明 时不时的还要完成一些摄影师要求的高难度动作 因为他要我受伤的这只脚支撑 所以就很累 现在肿了其实已经 但是那就待会躺一下吧 现在只能上半身动动下半身不能动 当天的整个拍摄都在室外完成 这点让来逛街的路人惊喜不已 试下你在逛街的同时忽然眼前出现自己喜欢的明星 会不会觉得是在做梦呢 对于路人 遇见黄晓明绝对算得上是一种福利 可是对于正在拍摄照片的黄晓明来说 这无疑对当天的工作增加难度 在众人面前摆pose 时不时的还要做出卖萌的表情 估计也只有眼言才能完成 其实也习惯了 习惯了被众人围着当好看一样 然后拍照 所以也就泰然了 大家对我那么热情 我当然很开心了 我觉得不太会影响 细看黄晓明当天的十套搭配 我们不难发现 他这次大家都选择的是男性很少尝试的亮丽颜色 粉色甚至是大红色 他都能轻松驾驭 我今年春夏应该是比较流行彩色的 对就是大色块的东西 那本身我最近的衣服也都是大色块的 那今天拍点是大色块的 我觉得很好 今年春夏比较亮丽 鲜艳的颜色让整个拍摄看起来更加轻松 再搭配具有意大利小镇风格的外景地 让一切都恰到好处 开设的主题就是服装方面的话 我们会让它颜色比较鲜艳 然后会比较像是意大利的西西利岛的那种 那男士的度假风格 这些高彩度的服装为主走这样子 如果让我们选择黄晓明当天最抢眼的搭配 这套红色的西装无疑是排名第一位的 合身的剪裁再加上与蓝色领结的壮色搭配 整身着装相当出彩 大红色 我本命年嘛 所以喜欢穿红色 红色的话这一套就是很标准的一个男士的阵装 但是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我觉得男生在春夏的时候穿到红色的这种西服 其实就是可以在很简单当中 然后做一点很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脚伤让黄晓明的生活有了太多的不方便 但是也因为需要休养 因此得到了不少的福利 也没有 我真是狂吃 因为现在不用拍戏 所以就狂吃 你说起吃的流口水了 脚伤让黄晓明告别了 一直只能吃白水煮菜的日子 这算不算因果得福呢 我来我来你先走吧 可以啊 吃的流口水费 哦 吃的流口水 吃的微博